好 我們來公布一下 聽哥聽哥 假如你哪一天就是做不下去了 還有一行像這麼賣的手機 這些手機的總價值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宇 大家好 我是聽哥 沒錯 今天我們有一項非常特別的合作來執行 然後我當初認識聽哥也是因為老爸的關係 謝謝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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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爸應該蠻幫你的吧 就是其他youtuber也他幫你介紹 對 我年紀比較老的關係 不要這樣講 瓜子年紀很棒 瓜子 OK 然後我也都是透過老爸介紹 像MazeGAN啊 然後還有其他youtuber 都是他幫我介紹的 所以其實聽哥是很想要跟很多youtuber合作的 今天我們算是跨了一個領域 再跨了一個年紀這樣 跨一個年紀 你知道我幾歲嗎 我不知道耶 你猜猜看 28 28歲是不是 你幾歲 46 46 然後你知道我幾歲嗎 我其實才23 真的假的 我跨兩倍耶 真的耶 我可以當你小孩耶 真的耶 你就好棒 哈哈 沒有 不要這樣 沒有 那今天找Tim哥要合作的是什麼呢 當然也是跟3C有關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Tim哥有很多手機 他是youtuber圈子裡面唯一就是想要手機不用自己買的 應該說我很久以前是要自己買 然後過了一陣子以後就不用 現在開始都不用自己買了 對 每一陣子都會有手機送上來 對 大家應該都會看Tim哥開箱過很多手機 那我們今天就來算算看 你這些手機的總價值到底多少錢 你這樣累積有幾台 你大概多了出來呢 老實說齁 我等一下展示出來是我放在辦公室裡面 我辦公室裡面有7到8成手機 是2019年出的 2019 今年的啊 1月到7月的手機 了解了解 然後裡面呢 其他的才是2018年 或2017年的下半年 2017年下半年剛好是我開Youtube的時候 所以這是辦公室才有 那你家還有是不是 我家大概還有十幾二十次 哇 竟然還有十幾二十次 哇 Tim哥不得了 好 我現在已經看到那個畫面了 等一下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來 我覺得一個一個查他的金額 可能速度太慢 因為你金額你大概知道 那我們來估就一萬多 兩萬的跟三萬的 這樣區分好了 我再算加總起來 大概多少錢這樣 算個前後值 好 那我們試比試 我們趕快開始 聽哥 哇塞 我真的覺得你這個太誇張了 這些手機扇是怎麼回事 這超出我的預想值這樣 而且很多沒開你有發現嗎 對啊 為什麼會有沒開的 我不懂 這支是8月1號開賣 前幾天才開始賣的 你看 連拆都沒拆 為什麼會有沒拆的 就是太忙來不及拆 所以之後會拍嗎 之後會拍 其他的是怎麼回事 其他的其實也很多沒有拆的 我給你看一個元老的 Note 5 你看 貼紙都是掉的 然後完全沒有成功 為什麼不拆 你怕他爆炸 是嗎 不是 那時候因為Note 5 那時候已經拍完影片了 他後來才又給你一支 對 他給我以後 那我就不拆了 我就放在旁邊這樣 啊 了解 好啦 那這麼多手機 最貴有到多少 這裡面最貴的是 五萬三千塊 那我們就從五萬多的 開始往下拍 好 沒問題 好好 那 有五萬到六萬間的是哪幾支 好 五萬到六萬的呢 來 只有一支 因為模型機是假的 我們就不說 好 那你說哪一支 這一支 這支是什麼 華碩的ROG Phone 第二代 這個後面是什麼 這是它的風扇 專屬風扇 專屬散熱器這樣 你看我可以開機 都有電 都有電 因為手機呢 還是要保持有電會比較好 會壞的 對 這裡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手機千萬不要淋一下 零以下你在充電的話 其實很傷 很傷電池 很傷電池 對 你看這是它的 我看有夠吵 有風扇 這是電競手機吧 這是電競手機 對 它所有的規格都是底規 但你知道為什麼會五萬三千多嗎 為什麼我不懂 這樣五萬嗎 你看一下你旁邊有個行李箱 所以它是加行李箱五萬三千多 行李箱裡面有所有的配件 對啊 手機是需要什麼配件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手機配件也太吵了 有 我有看到它有那個 Logo 這型一箱是登機箱 真的可以拿去登機用的 而且它還有海關鎖 你看喔 好屌喔 哇靠 這太浮誇了吧 我不懂我不懂各位 手機的配件為什麼要這麼多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這些是什麼好了 好來那先從這個簡單的好了 好 這是它的側背包 喔側背包 好這個合理 這個合理 這個是原本剛裝那隻手機的手機的盒子 喔盒子是不是 對 這個是很特別的是它這一次呢 它是可以裝左右手把 這個我覺得很不錯 這個真的是專為電競設計 因為像是什麼傳說對決 然後極速領域之類的 配上手把其實會蠻好用的 沒錯 而且你看 就是它另外一個配件 我也覺得很酷 這是什麼 它是可以外掛 裝螢幕 可以投影上去 可以把手機放上來 就會投影上來 要不要我試給你看 試一次好 這有點吵 這有點吵嗎 你看有沒有 然後我把它鎖起來 有耶 自己拿來看 我在打電動耶 這有點扯 酷 你看這個音效 它音效不錯 DTS 它基本上其實全部頂規對不對 對 855plus的處理器 你們聽這個音質其實非常好 而且它是有中低音的 有沒有 太吵了 我原本想說 周邊可能沒什麼用 沒想到意外的還蠻好的 然後其他的是什麼 這一個呢是它可以外掛的 就是說Display 你可以透過它然後打 打進螢幕裡面這樣 對對對 我知道啦 這個我知道 跟Apple TV有點像 沒錯 然後這個是它的擴充槽 好屌喔 可以轉耶 它有點專門為實況主設計的 它是 感覺得出來 對 是為了電競設計的 對 哇 台灣有幾個有買啊 其實還沒開賣 還沒開賣 什麼時候 台灣是8月 開始在預購 但是真的出貨大概是8月中 到8月中 這個槽 價值五萬 五萬三的手機 來來我先拿我自己穿 第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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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這不得了 好 再來再來 五四四 四萬的 四萬到五萬間的 我挑三萬以上的好不好 三萬以上可以 四萬比較少是不是 四萬的其實這一套是四萬 啊這一套 這不是蝙蝠俠嗎 對它是蝙蝠俠聯名版 這是我的收藏 喔你喜歡DC 對我很喜歡蝙蝠俠 然後這個是S7 Edge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我有S6 Edge 喔S6的 S7 Edge 而且你看我S7 Edge呢 也沒有差 你是有嗎 自己有 開過了 喔已經開過了 然後這個是蝙蝠俠版 這個蝙蝠俠 你說這樣多少 這個蝙蝠俠版呢 現在網路上大概四萬五左右 四萬五 好我再加四萬五 然後它還有送遊戲給你 這個蠻有質感 對然後呢 喔你看 喔蝙蝠俠手機殼 喔各位 讚喔 還有一個它的VR裝置 就是三星 喔我知道 因為三星他們有主打VR之前 對 那你能看到這裡 三星的三層 有有有有 我看到了 然後呢它這隻手機後面呢 也有 這個我覺得就做得不錯了 讓你摸 這個圖案還蠻好的 讚 這樣的話你說是四萬五 那如果不是同款的 像這個S7H 現在的S7H很便宜了啦 因為現在都已經出到了 當初多少 當初我們算當初多少 當初的S7H一支也要兩萬三 兩萬三是不是 那這一隻S6 當時也大概兩萬一左右 兩萬一 當時啦 那現在都疊價了 可是我們要以當時的價格來 喔當時價 當時價 然後你說三萬的 三萬到四萬的 這隻 XQR1 Sony 21比9 這隻是上個月剛剛開賣 他多少 這隻是30999 現在目前是17萬 幹 才幾隻而已 好 三萬以上的 然後再來還有哪一隻 有一隻我沒猜 那一隻是三萬二 這是哪一個 華為P30 Pro 這隻我也還沒猜 因為它是256G 喔256G的 這隻要三萬二 了解 再加上 欸那為什麼你不猜這一隻 沒空猜 因為手機一直出來 已經日更手機到沒空猜了 對我還沒空猜 所以你還不知道它的那個詳細 那規格我都知道了 喔規格你也知道 其實我沒有真的去試它 我只有知道 他們記者會有去拔王過 喔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蠻好的 它有十倍無損變焦 十倍無損變焦 要指的是 就是你變焦度 你可以到十倍 現在十倍無損變焦 有兩家 一家就是華為的 另外一家也在這裡 啊我也還沒猜 這隻 它叫OPPO的Reno 然後你看它也沒有 十倍無損變焦 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有現場試過 這個是OK的 這兩隻其實我都有去試過了 華為說它可以開月亮 那是真的 這隻多少 這隻接近三萬 這隻加了 對 然後這隻接近三萬 再加三 好OK 三萬以上的 三萬以上的 還是沒了嗎 好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個是皮手嗎 對 TISO 3 XL 我有一隻 因為我有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對 TISO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夜拍 它的夜拍是我目前看做無人能 我覺得很屌 它的夜拍就是做得意外的很好 我記得它多少 它好像才 現在好像一萬七千九的樣子 之前是 這兩萬三 讓我們再加 好 皮手先放旁邊 然後其他的 我們就兩萬到三萬 我們就抓兩萬塊手機 看我們就成幾隻 你會買回來 那我們就有 這隻 iPhone X啊 這隻也是 LG G8S 它可以懸浮操控 懸浮操控是什麼樣的系統 懸浮操控的就是說 它會增測你的手勢 然後去操作手機 比如說 你看我們現在進來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鏡頭 它會增測你的手勢 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條線 有了 有了 我看到了 就是你要把它弄出來以後 不可以左右操作 甚至於可以打小聲 了解 這是第二隻嗎 兩萬 兩萬兩隻了 兩萬兩隻了 然後這隻也是 兩萬 這隻是 華為的Mate 20 Pro 三鏡頭手機 它是鏡頭真的很好嗎 對 它真的很好啊 你看喔 這隻是去年10月發的手機 你看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拍那邊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五倍還很清楚 畫面很清楚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說 它們竟然出了十倍 這隻 這隻也是我的常用機 華為的P20 Pro 這隻算過來 它這隻也才兩萬 對 它這隻也才兩萬四 還兩萬五千九 這樣子是一、二、三、四 還有嗎 這可以兩萬 這也是 Note 9 它8月8號要出Note 10 我有記得它是主打 避控筆可以寫字啊之類的 然後是操作 好還有 當時兩萬的 對當時兩萬 這隻也是當時兩萬的 這是Sony的 還有繼續 你要不要先把一、二、三、四、五、六 你把六支線放過去 我直接加 再加上 好可以 然後兩萬的 這隻是雙螢幕手機 可是我覺得它有個確定就是 你摔了後面就爆了 對沒錯 所以它的手機殼是邊框的 再加兩萬 但這一些也都是 比如說華為的9跟10 再加個四萬 哇現在43萬了 然後這個S10 Plus S10 Plus 也是兩萬 兩萬以上 兩萬以上 好 差不多兩萬就這樣喔 真的假的 其他的都 一萬多 這麼多 我以為現在大部分人會買貴手機 我發現便宜的還是比較居多 也不能說它便宜 就是因為其他價格真的太高了 iPhone之類的 對 所以其他都是一萬多 其他都一萬多 也有低於一萬的 那我們折衷我們都算一萬五 我們用一萬五 然後因為我這邊很多 我們就乘看幾隻 哇塞 不講還有我們要賣手機 好我看一下喔 好你算 一二三四五六 十一八九十十二十 二十二十二十三十三一 三十三一三十三十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六 乘以一萬五多少 五十四萬 五十四萬 再加上個十百千萬十萬 我們現在要幫你出估 辦公室的部分是 九十九萬七千九百九十九 這次還沒算 你自己要用的是 iPhone X多少 可以算兩萬 真的嗎 iPhone X哪有兩萬 三萬三萬三萬 三萬好 再加上 然後我記得 Tim哥其實他有自己 喜歡用了一台手機對不對 你特別常用的 我其實常用的是 S10 Plus iPhone X是用平常 撥打電話 沒有他其實都在用社群撥打電話而已 然後錄影拍照都是用他 你為什麼會選他 選他就是因為他錄影防手震 而且他收音效果也非常好 我最喜歡一點是他可以超廣角錄影 我喜歡廣角可是沒有魚眼的感覺 這一種 但他現在有一隻也很炫就是這一隻 A80 這隻你有沒有看到他沒有任何前鏡頭 你有發現嗎 欸真的耶還沒有前鏡頭 鏡頭在哪裡 後面轉過來 這個有點誇張 這似乎我遇到之外 你看囉 321自拍 喔好潮喔 所以還沒玩喔 他除了自拍以外 這是個人 你有沒有看到 更多的廣角 喔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好 那我們來總偷偷算一下 目前情況是 你現在所有辦公室的手機加起來 價值 1027999 但是呢我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細算一些 後面的數字 我覺得至少還要再加個 5萬左右 還是湊個整數好了啦 105 好現在就當作105 我們假如說好了 這一個如果是真機的話 大概是 5萬2啊 5萬2 這兩隻還是3萬 3萬3萬就6萬 再加6萬 這隻是我的舊iPhone 這隻大概1萬5 好我們來公佈一下 聽哥聽哥 假如你哪一天就是做不下去了 你還有一行叫做賣手機 這些手機的總價值是 120萬07千 就算120萬 對120萬 而且重點是我今天我剛來的時候 我問聽哥的時候 你今天大概出庫頭 你就大概50萬吧 對我自己 我自己內心以為大概50萬左右 120萬耶 真的 太誇張了 真的假如各位想要買手機 或者是你們有 中一隻手機想要知道它好不好 看聽哥的頻道就好了 歡迎訂閱我3C聽哥生活日常 真的真的 很厲害耶 那這一些裡面啊 你有推哪幾隻嗎 你說平常好用的話 聽他好用老實說齁 因為大家現在經濟不景氣 對 不會推便宜的手機 比如說像我最近拍的影片 像這隻我蠻推的 LG 你看喔為什麼推它呢 它三個鏡頭 有有有 基本的都有對不對 然後螢幕呢 欸水滴屏也不錯 黑雲看我隨便拍一個 你看我拍AOMO 喔畫面其實很不錯耶 而且手機很輕 你有發現嗎 對手機蠻輕的 你知道這隻多少錢嗎 4千9 蛤 蛤 對啊你懂為什麼 你說這隻手機型號叫什麼 LG的Q60 Q60 這隻4千9 4千9 其實它畫面還不錯 然後 真的很輕 那像這隻女生會比較喜歡的 就是比較粉嫩 像這種粉嫩色的 它大概也落到1萬到1萬5 你說這是 三星的A系列 A系列 A系 三星誰算A60 你看它有三個鏡頭 三星鏡頭通常都是廣角 然後畫面會拍得不錯 對然後還有一個超廣角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安卓手機啊 在 其實還蠻優秀的 對1萬到2萬 它們生命值大概多久 生命值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講 其實跟自己維護有關 對 你看我這隻手機啊 是華為的P9 你知道現在華為已經出到P30 然後這隻是P9 大概兩三年前的手機 但 貝宇你自己看 這是我在用的 我連保護 我連貼我都還沒撕掉 喔幹你好挑 這個這個有點誇張 喔 可是現在還是順的 幾年啦 三年 三年前還可以用 可是差不多是三年到四年的手命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如果大家在保養手機上呢 我建議是如果你是安卓手機 然後你想要用它久一點 你每一年備份它一下 然後把手機完全重置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用它 然後手機用了 用滿兩年以後 去把裡面的電池換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用 但因為現在每年的手機 都越更新越好 對 大家一定會追求最新的 所以就是說 你說一隻手機 我覺得你把它保養的夠好 小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對 所以訣竅的是我們輕保養 我們可能第一年我們 就是備份資料重灌 然後第二年的話就換電池 第三年的話就繼續用了 第三年對 然後或者是你就直接 換手機了 第三年後再灌 好像可以 我覺得三年差不多 好 感謝 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來正式公布一下 今天Tim哥所有手機的總價 其中細算的話 我們大概出公司 120萬 太誇張了 而且重點是 這隻手機是他放在公司的 其實他家裡還有20多台 差不多 所以如果再加上去的話 我覺得 如果我們再細算一些小數的話 應該會到150萬 差不多 用1.5萬算 對 因為你在YouTube界那麼久 我應該是YouTube界裡面最多手機的吧 應該是 沒有 絕對是你 絕對 YouTube界 我覺得久面很多 可是久面就 我不確定 可能10 20台可能有 30起跳耶 而且很多都是2019年的 對 我還蠻意外 也是你2019年的手機很多 第二個意外點是 2019年竟然出這麼多手機了 大家其實會不知道說 當年有出哪些手機 所以今天總價值 150萬 150萬 哇 厲害厲害厲害 有幾個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不錯的就是 ROG那一個 那個真的很屌 ROG那個配件是蠻帥的 然後再來就是 變焦可以變到10倍那一台 華為跟OPPO 對華為跟OPPO 華為的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它越出就是拍照距離越遠 然後做得越好 沒錯沒錯 我覺得很厲害 我在蘋果太久了 哈哈哈哈 但跟你講 如果你是果迷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蘋果這次的更新的三鏡座 一個就是 會把超廣角放進來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Google的夜拍太強 所以這一次 蘋果也會把夜拍放進來 唉唷 可以值得期待 對 所以你不要覺得 蘋果好像都沒有 你試過了還沒試過 它目前 我預測發表會的時間是 9月10號 9月10號 那如果那時候發表 大概9月底的時候 台灣就會正式開賣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是 第一波的開賣對象 今天整體來說很棒 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我剛剛講的 ROG跟華為這兩個 而且還有有一個是 它的鏡頭竟然是還要生出來的 生出來翻轉的那個 三星的A80 所以Apple新出了它 會有那個嗎 放最遠距離的話 它的畫面 變焦的話 我覺得它應該是沒有辦法 趕上華為跟OPPO的10倍 10倍變焦 但至少側面猜測 我覺得它至少給到5倍 不然它不會把鏡頭做這麼大 期待Tim哥之後開箱 你還有好幾個沒開 佩服一下 沒問題 我趕緊 那假如有其他的YouTuber 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找Tim哥一起合作 Tim哥真的是有很多手機可以把玩 可以 那假如其他的YouTuber 有其他的企劃可以找Tim哥 都沒問題 好歡迎歡迎 對Tim哥真的人不錯 而且動作機真的超多的 好那 各位那我假如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的訂閱和喜歡 那大家記得去訂閱Tim哥的頻道 上次Tim哥生活日常 對然後按讚我們的FB 好最終我們的意思合貴 好那我們之後下一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